近日,某平台做了一个关于影视寒冬期,艺人片酬集体下降话题的深度八文。 文章中业内人透露,过去很多一线演员的片酬在五千万到八千万之间,现在则是对半坎加让利了。 还有一些出演都市剧的终生带男演员,之前一部戏一两千万,现在则五百万也接,是真的片酬大跳水了。 比如某两个搞笑人设的实力派终生,如今的要价依旧在三千多万,还有某个拍过当改剧的流量小生,看的人也是择舌不已。 毕竟人家跪圈大跳水后的报价,都是普通人耗费几十年才能赚到的,怎么能不引起争议? 有意思的是,在这个文章中,业内人还爆料了一个一线小花的片酬情况,因为按照爆料的几个关键线索来看, 到了前两年他和黄晓明私底下闹起了离婚后,黄晓明也不愿意给他私资源了,导致他在圈子里越混越flop,一度接不到影视资源,没功可开。 不过他将片酬也不单纯是这个缘故,是搞过不少资本方面的操作的,只能说卑鄙算是比较实实物吧。